能跑,门都没有 给我狠狠的 给我瞄准了他 他是第一个为翼龙出头的少林武僧 由于翼龙状态不佳 被对手一腿踢翻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眼神迷离透露着恐惧 老外看到这一幕 就认为中国功夫如此不堪一击 面对这些无知的老外 翼龙的师弟武僧一虎当即下山 势必要为翼龙报仇血恨 让更多老外见识到中国功夫的厉害 一虎作为翼龙的师弟 其打法凶猛果断 打比赛从来不会脱腻带水 此次交手的老外名叫伊利亚斯 年仅22岁的就斩获8胜 8次胜利当中 有7次都是以KO对手取胜 可见实力有多恐怖 赛前也是丝毫没有把一虎放在眼里 认为可以轻松将其拿捏 面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虎自然会给他上一课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一虎如何暴揍嚣张的伊利亚斯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几发 比赛开始后 伊利亚斯直接就高扫上头 一虎迅速用手臂格挡 随后慢慢的压制上前 伊利亚斯见不妙用正灯控制距离 一虎则是不急不躁 不断的压缩对手空间 伊利亚斯的双手保架非常高 伊利亚斯的双手保架非常高 非常害怕一虎的重拳 一虎则是用扫梯砍腿 让对手不敢轻举往重 伊利亚斯偏偏不信邪 冲上去结果背后手全命中 将其打了一个踉枪 但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硬 就是死活不后退 一虎自然也不会惯着他 抡出后手大摆拳 吓得对手连忙跑路 红包拳手伊虎 年龄36岁 相对来说可能是很大的考验 身高1米76 体重75 5英 这个是伊虎 应该是把体能分配好 没有把握第一回终结掉对方的 此时的伊利亚斯非常的狼狈 被一虎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一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追上去使出转身后摆攻击 结果导致自己重心不稳倒在地上 一虎起身一脸的尴尬 简单调整过后比赛继续 一虎继续猛冲猛打 完全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也是高危职业 高危职业 必须要身怀绝技 是的 我们在以往的 他把这个气撒在了对手身上 两个摆车 漂亮 一虎 一虎发威了 虎威啊 虎威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的闭猫啊 漂亮 机辅 低头 看得出来啊 男方选手在力度打击上 和一虎还有很大的差距 看到贪软在地的伊利亚斯 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 这时的伊利亚斯躺在地上两眼无神 逐渐快失去意识 在赛前的嚣张气眼完全没有 一虎用铁拳捍卫了中国功夫 一虎好样的为国争光 感谢观看